张国强这个名字在影视圈 除了是在士兵突击里演高成的内地演员 还是TVB的金牌绿翼 他最经典的角色就是黄日华版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妇 深入人心 这三年来因为香港和内地来往不变 所以张国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香港 并不像很多港星那样北上搞直播 1月8日香港和内地终于恢复通关 罗家良、钟振涛、尹阳明等港星已回港准备过年 张国强却反向而行 次日就迫不及待北上捞金 1月8日晚张国强还在出席TVB的《万千星辉》颁奖里 当晚他不仅跟乔峰黄日华合影 还以430穿梭机第一代主持人的身份 上台颁最佳主持奖 1月9日晚张国强就出现在了 广州一家新成立不久的电商公司的年会晚宴现场 这个走学现场还是很雅致高大上的 在门口布置了背景板 上面写着某某集团年终答谢盛典 66岁的张国强 外表依然帅气 他穿着非常休闲 衣服和鞋子都是日常的款式 张国强到来后一路都有摄影师跟拍 他进入会场后 并不是直奔舞台 而是在下面走一圈 跟一些公司员工打招呼 他受到很热烈的欢迎 很多人坐着向他招手 接着张国强开始到舞台上唱歌 唱的是非常经典的天龙八部主题曲《难念的经》 唱的还是很好听的 深得原唱周华健的精髓 背景LED屏幕上播放着天龙八部的剪辑片段 他投入演唱时 还有一位专业摄影师在舞台上从不同角度录影 舞台是L型的 布置了很多温馨的灯 张国强一边唱一边走到旁边的红毯 跟现场观众握手 还有一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美女 给他送来了花束 该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女主播 留着非常个性的光头 张国强唱完《难念的经》 他就带着纱帽上台 给张国强送花 并让他再唱一首 他就接着唱了 大半个月前 TVB也办过一场年会 就是一年一度的盆菜宴 张国强也出席了 现场非常接地气 TVB三千多名员工集在一起 热热闹闹吃了一顿盆菜 张国强很随意 拿着塑料一次性碗 一次性筷子 坐在一张红色胶凳上 开心地吃起来 而在他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一堆人 才过没多久 张国强就以明星身份 参加了别人公司的年会 这两场年会的画风 还是差别很大的 一个接地气热闹 一个注重排场 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 戏外张国强还是很厉害的 他是TVB热门儿童节目 430穿梭机的第一代主持人 很多大明星都主持过 比如周星驰 梁朝伟 张国强从小就爱好足球 15岁就进了专业足球队 曾作为香港足球代表队的议员 参加国际比赛 后来继续为专业足球队效力 1976年TVB需要找足球员拍戏 长相帅气的张国强顺利通过面试 开始拍戏 张国强虽然一度跳槽到亚市 一度移居加拿大 但拍戏就没怎么停过 一拍就是四六年 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反派角色 如前行狙击的莫一烈 攻心记的万将军 张国强除了演技好 唱功也非常扎实 去年冬至 他在香港就做了一次公益演出 以社区义工的身份 给长者们表演唱歌 一边蹦跳一边唱 红日 看来张国强演出 也不都是奔着钱去的 张国强这次演出说明了 通关真的很好 毕竟很多港星可能演出完 次日就可以回香港 其实在此之前 该主播就请过吴启华 和郭震宏这两位知名港星 来站台 如果不是通关 可能还请不到张国强 接下来 可能大家就会看到 更多港星到内地拍戏演出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